大型股等於定存股嗎 選對選錯差很大哦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吉時通 我是Sandy 歡迎胡老師 Sandy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是小資族的福音 老師要來告訴我們說 如果是小資族的話 到底該怎麼挑選定存股可以穩穩賺呢 對 我們相信非常多的同學 在報紙上看到所謂的定存股 一般大家的印象 所謂的定存股 就是認為說這個只要是大型股 大型股就一定是穩定的 絕對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來所謂的 像類似基金的定存定額的模式 當然定存就是所謂的定期 我們在抓一個時間點 就來做個買進 不管它的股價高還是低 我們就叫做定存股 可是這個定存股要怎麼選 真的是大型股就OK嗎 那我們真的要好好來研討一下 對 好 我們來看 這個是台積電 台積電應該可以認同 可以啊 那一定穩賺的吧 對 因為台積電 它基本上第一個 基歐 這沒問題 這公司不會倒 因為它幾乎是全球的 金源廠商的龍頭 護國神山 對對對 護國神山 那我們去想想看 這個台積電已經大到全世界 不能讓它倒 那這樣的一個個股 當然我們在投資上來講 應該是沒問題 對啊 所以我們在看這K線賭 當然也是這樣子 哇 這樣天天在漲 可是就很怕買啊 對 就是怕 天上啊 對對對 就漲到天上去該怎麼買 所以說像這樣子 如果是說我們在 我們是周線 不是日線 也就是說這已經一年多了 換句話說 你在這個一年多裡面 甚至於在更早之前 你有買幾乎就是賺錢 所以說你只要定期買進 真的是不賺也難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我們就會非常認同說 這個台積電 它絕對是什麼 穩賺 穩賺不賠的定存股 可是如果是說 我們的股價不是長這個樣子 我們把它倒過來的時候 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不一樣對不對 感受就不一樣了 就剛才跟我們的圖就不一樣了 可是這個是台積電真正的圖 我不是把它顛倒過來 是真的是有發生過 那相對的 如果是說當台積電 這樣子一路跌下來的時候 你買得下手 該加碼嗎 對 那我們就會想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想說 哇那一直跌 我是不是要再多買一點 攤平 那如果下去又更多 又跌更深 又要攤平 你有那麼多錢可以買嗎 這就是我們常常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買所謂的定存股 並不是那麼的簡單說 我只要跳個台積電 那就完全什麼事情都不用再做了 我就慢慢的買 不是這樣子 所以就剛才你會遇到說 如果它一直跌 那假設你原本只是拿一萬塊來買 我是不是要再加碼 對 那有人繼續跌 難道要加三萬嗎 錢有那麼多嗎 對 錢的問題 資金問題就會出現了 因為我們定存族 一般就是可能資金不夠 我們的小資族 那我們想說來做一個定存 可是結果股價一直不斷往下跌的時候 你的想法就會不一樣 心態真的會 嘿 可能就沒有辦法 這樣子照你原先的規劃去走了 甚至於我們看台積電 可能你不沒有感覺 因為你比較圓 之前台積電跌下來的時候 這個大力光 就是這陣子真的是跌的 大盤在漲 它在跌 你看這高低價差距多少 3305 3千多塊 嚇死人了對不對 如果你有定期買進你會賺嗎 不會 所以說我們當初很多人定存股說 哇這個定存股大力光不錯對不對 因為它配息配得很高 股王買就對了 結果買的都不對 買的都不對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所以你要挑的股票 絕對不是像這種 高哇一下飆的很快 一下又跌的很快 那未來台積電會不會走這個模式 我不知道 不好說 對不好說 所以我們只能講說 真正的定存股 要該怎麼去看它 我們來看一下中鋼 你看這個中鋼 其實 對中鋼是真正的 一些主力大戶 就資金比較大要做定存 其實就會選這張股票 然後包含這個我以前 在做超盤的時候 有多餘的資金沒有在動的話 其實也是方案 方案這種比較 就是說它的股價波動不大 你看那個中鋼 股價波動多少 20到30 這是月線 好久了對不對 大概就是在10年 10幾年20年 都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的配股就很穩定 就大概1塊錢左右 那是不是也比定存 我們一般銀行定存 所以像這種股價波動 比較區間的 比較固定的 甚至於它配股也很固定的 這個才真的是我們的定存股 而不是說 這個一下子衝上天 一下子又往下來 波動太大了 那你說台積電以後 會不會有跌的時候 也有可能 如果真的跌下來 你又該怎麼辦 所以說 定存股怎麼挑 我們第一個要記得 產業不會去受到景氣的循環影響 那第二個 股價的波動 不要去受到這個大盤的影響 不要太距離 你看台積電 大盤跌它會不會跌 一定會 一定會 對啊 所以說 不見得台積電不會跌 不要有這種想法 再怎麼樣龍頭 他們當初大力光 是不是講說 哇 是全球最好的 光學鏡頭 結果還不是跌成這個樣子 好 再來 要耐心跟堅持 定期定額 不要說 我現在跌 我就不敢買 甚至於越跌越多 越想買越多也不對 所以說你要定期定額 就跟我們基金一樣 這樣子才有辦法真正的 變成所謂的定存股 那假的這三點 你都不喜歡怎麼辦 那就不要定存 對 不要定存 跟著我們來做 如果說該怎麼做 不了解的話 沒關係 可以加入到 股市同學會的Liant 或我們的粉絲專頁 那今天就跟各位同學 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是感謝老師的分享 財經介紹 我們下次見 拜拜